一张海报就能唤起影迷们心中的回忆 电视台与海报收藏家携手合作 举办华语影坛海报展 展出多幅华语影坛巨星的海报作品 丧事已是香港巨星张国荣的作品 特别令人怀念 1994年香港电影《东斜吸毒》 演员包括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 集结当年香港电影圈的九大巨星 一看见海报马上勾起导演魏德逊的回忆 东斜吸毒这张 这张比较经典 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哪一部片都不用看片名 全部的巨星都在上面 《华语电影海报展》展出当代华语影坛巨星的电影海报作品 将林青霞以及刘德华的经典之作分去展出 像是王祖先与林青霞合作的电影《东方不败》再起风云 或者是在报告颁奖系列当中 李志颖金城武的青色脸庞都能勾起 引民们心中的回忆 海报是经过设计的 所以它所呈现的几乎是我认为它就是精华 所以在精华的情况之下 它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你就一眼看过去以后 你会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想到它整个的剧情 那这边看到其实会刺激我们一些事情 就是说不见得电影海报都一定要那么的商业吧 对啊它还是可以像有些特别设计的款那样子 赵先生十五年下来收藏了将近两千张海报 随着电影主角张国楼梅艳芳的叙事 让这些电影海报成为绝版经典 赵先生自诩成为海报分享家与电视台携手合作 希望自由展览与民众一同分享自己的典藏 新唐人亚特地区正一豪张云亭台湾台北采访报道